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五我们选择的阶段收市价是4.9% 今天一个星期内升了10.6% 跑赢大市 有时选择股票有点深水 如果大家想学习股票 窩卵方面 我们有个股票窩卵船科班 来近11月5日开货的星期二晚上班 后市变化怎样 我们先去投票 近日走势来说发觉都回落了 跌幅来说这里的幅度更大 这一天的报复500点以上 跌幅方面你发觉这里和这里和这里 其实有个优点不远收窄了 不过始终形势上来说 现在都是反复偏淡 为什么反复偏淡呢 这里你叫拉拉脚脚 这里的下跌我们叫反复偏淡 所以有机会进一步下跌 不过跌幅来说未必太深 下跌到哪里的目标呢 目标来说有机会就是这个幅度 我们遇到这个顶位 这个是水平线 支持位多少呢 22274.22274 下跌可能有这个幅度 你说会不会大跌 基本上暂时看不到大跌跡 不过会反复偏淡 这个现象是有的 当中反复就是这个意思 偏淡来说就是一个下跌状况 不过为什么说跌幅未必太多呢 因为你看到跌幅是不断的 波幅是收窄了的 我们说这个实心体的状况 走势方面有机会会回落 我们怎么做好呢 当然是做一些坡卵 现在来说做红正不是那么好 因为红正方面 风险会大一点 因为收回价问题 所以现在做坡卵比较好一点 因为肾房时会夹上去 这只是安全计 我们做窝卵方面怎么选 我们先看一个网页 这个叫做发卿 发卿有个网页 这里是可以帮助我们选择一些窝卵 这里我们先看发行人 选择所有 相关资产 恆子 凝固症 选择之后 按键 手沉就可以了 出来的画面方面 我们会怎么做呢 其实这里有很多卵 通常来说 以成交量作排列 由大至小的排列 通常我们现在来说 选择基于时间问题 我们就简洁一点 拿头5个做选择 当然要时间多一点 可以拿头10个都可以 选择日背后 从什么角度入手 日价要低一点 杠杆要高一点 引申波幅要低一点 期限来说 最少入3个月 现在来说 波幅方面 由于是你发觉 在反复有个偏淡 我们选择行使价 最好是怎么选择 选择我们更加好一点 今日的指数22,698点 我们选择行使价 选择2268点 就是合适的 更加少 所以比较之下 有一只都可以选择 27409 27409是怎样呢 我们看看这个画面 大家 27409的状况 留意下 这个到期时间是14年2月27日 到现在我们都有3月的正月期 行使价更加少 2268点 日价方面 这个就比较低些 杠杠会多些 引申报复偏低 这里是我们选择的一个优点 你说看里面的内门是如何 这个 留意下 杠杠方面有多少 11.656 日价4.39% 期限来说 刚才提及到 明年2月23日到期 大家来说 看市有机会回落 这只都是想想的 27409 恒指瑞信的沽轮 很快一个礼拜 跟大家重温一下一个礼拜里面 环球股市表现 行指方面 礼拜五收市 22698点 一个礼拜里面跌了 642点 跌幅2.8% 美股 礼拜四 导致收市 15509点 头四天下跌了110点 升幅0.7% 上证方面 礼拜五收市 2133点 一个礼拜里跌了61点 跌幅2.8% 日经方面来说 礼拜五收市 14,088点 一个礼拜里跌了473点 跌幅3.3% 所以今个礼拜里面 美股表现好一点 不过外围方面 上证 日经方面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将港股方面 拖下了 大家小心点 下个星期五再见 拜拜